其實這個Zoicode又在胡說八道 那他胡說八道也不是第一次 金小刀他可以被美國的意志壓迫 我們也記得上一次 侯友宜遇到說要改成四個月兵役 突然在美方說有關心 但沒有壓力 對 他會這個樣子 但怎麼可能 今天臺灣人去控制美國旗下的媒體 怎麼可能 就是不要挑戰人民的常識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這些很奇怪 包括他的側翼像是Coco姐這些人 他們很喜歡挑戰人民的常識 不要再踐踏人民的智商了 這不會有人相信你這種話 那話說回來 今天我覺得小心症很壞 為什麼呢 那現在就是兩種選擇 要嘛以美 要嘛依賴 那選一個吧 賴清德說不准以美 但如果美國依賴的時候 所以我說剛才為什麼是卡一個bug 因為現在這個bug無得解 到底是以美不對 還是依賴不對 你選一個吧 民進黨以美跟依賴 今天要死一個 選一個出來跳 這死亡選擇 對嘛 二選一 看誰要上死亡筆記本 看誰要上鄭運鵬那一本 那回過頭來 我們講一下這個 Financial Times這個事情 其實這事情很嚴重 因為賴清德所表達的言語 已經就是一個濃厚的台獨的說法 他們這些老綠 我想上一part 剛才其實亮哥也講了很多了 他們常常會嗨大家知道 因為他在同溫層待太久了 他現在決策圈最近就有一篇新聞 跳出來說 這個賴清德的決策圈有重大問題 第一個決策圈太小 為什麼 因為19年的時候賴清德發現 怎麼回事 一翻開以為都是我朋友 結果我發現 偷偷都是小鷹的朋友 都是小鷹的人 所以他現在輸得很小 這一區叫做老男男 你說不對老男男 是哪一種老男男 不是藍色男 是南邊的男 為什麼 老的 南方的 男 男 男 要翻譯 老男男 就你看 他跟潘孟安現在構成了整個 他的這個競選的核心 潘孟安跟賴清德同質性超級高 你看他們都喜歡巧遇 他們都喜歡照新聞 他們都喜歡怎樣 讓雜誌是吹捧自己這個五星市長 做得超好 然後再來新潮流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超級小圈圈的同溫成人 所以叫做老男男 是這樣來的 南部的這些老的 這些boy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你看他那個圈圈很小 然後他旁邊所團結的人 都是同溫成人 大家知道嗎 這個賴主席 他上任第一件事情 就是清算黨部 當年在19年的時候 誰比較支持蔡英文 或者趁機踹他的 基本上叫你走路 或者就是壓制你 把你調到怎樣 更差的職位 或者是把你打壓 就這樣 他記得很清楚 每一個每一個 大家要了解 就是對於一個黨部來說 他有分成類似事務官 跟政務官這種 政務官就主席任命 那事務官就是黨部選來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連謝榮記又認為 是賴團隊自己整合 又有問題 郭正亮 我們的亮哥還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你先搞定你內部的依賴論 先不要擔心說 會不會有以美論這樣的說法 現在主要的問題 還是就是剛才說 還有一種是廣告 為什麼是廣告 因為他就是很多都是包裝出來的 我剛才真的沒有亂講 因為賴清德的人設真的是包裝出來 他其實是一個什麼樣的 第一個 他真的懂國際局勢嗎 大家想一個問題 第二個 他這個人心胸真的開闊嗎 答案都在我的反面 大家都理解嗎 第三個 他對兩岸的態度 真的是維持現狀嗎 那光這三點 他內部就掛了嗎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的四個堅持裡面 其實是包含兩岸要維持現狀的 那他講了 他接受蔡英文的四個堅持之後 請問他現在提嗎 搞不好現在被說 賴副總統 請問你的四個堅持 呃呃呃呃 講不出來 搞不好這個時候 平常這個嘴巴很會溜 就突然之間就講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從打從心底不接受四個堅持 要他講中華民國 他還記得他前陣子去刊報紙 他不是也是刊在這個 這個Wall Street Journal嗎 然後在在 在看在那上面的時候 他最後署名什麼 是中華民國括號台灣 對不對 四個字哦 獨派就炸掉了 所以你看他每一次只要回到那個 獨派溫暖的殿堂 終於可以不要談那該死的中華民國的時候 那個是他從小的信仰的時候 他的狐狸尾巴就翹出來 他這種失控導致美國現在 你知道那篇文章裡面 有一個很好玩的詞叫什麼 More surprise 很多驚喜啊 不是驚喜哦 surprise在政治裡面叫驚嚇 很多驚嚇 所以賴清德比蔡英文是 超級不可控 不可控太多了 美國人是完全相信蔡英文 蔡英文在美國裡面就是100分 但問題就是說 美國現在要想建構一個架構 我好早以前就講這個結構 現在正在一一驗證 美國想建構一個三制的架構 就是債野制衡率 就是藍制綠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蔡制賴 以蔡制賴 可是問題是現在賴就脫鉤了 因為只有達成這個才能講以台制華 我要你說就說 我要你刺就刺 否則的話台灣是不可控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以台制華 那More surprise 已經越來越接近什麼 接近阿扁的troublemaker了 就是麻煩製造者 所以看得出來賴清德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美國對他這個產品 他的穩定性是有大打的疑問 還有一個就是 賴清德一直以為 美國人可以像他胡亂選民一樣 我把他當選舉口號喊一喊 他這一次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很簡單 他說這一場選舉 就是中南海跟白宮的選舉 你現在你是自己代表白宮嗎 所以吳怪呼跟岩老師說 那開始去小人國踏一踏好了 美國可以讓你這樣借牌上市了 沒有這種事情 你虎不過美國人 美國人他做事情 他們有一個實務主義 務實主義 你看蔡英文搞了這麼多年 兵役搞得很爛 美國人最後不爽是怎樣 直接教官就派進來了 你看我們現在直接派了100個教官 就直接來督戰 還給你在那邊開玩笑 你做不好我來幫你 我來教你怎麼做 他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賴清德想要以前在南部那一種 什麼巧遇啦 包裝啦 攻格啦 那沒好 那他可能以為說 中南海跟白宮是他的一種選舉語言 就像他之前在 也是信賴之友會講的 說這場選議我講好幾次 這場選議就是民主頂贏跟共產頂贏 這樣而已而已 他就想要這種話術 他覺得這OK 可是這陣凸顯了 他對於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完全不夠格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了解說這種話 在他這種身份 講出去會是這個怎麼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回顧一下回顧一下 大家記得他去美國 然後後來第一次過境 然後後來跑去 當時那個誰啊 當時那個應該是宏都拉斯的 總統 新上任卡斯特爾 卡斯特爾 然後呢有沒有 一雙手入境 入境在什麼 在賀錦麗美國副總統的境內 為什麼是這麼冷遇 我一直講這叫冷遇 因為他 蔡英文就知道 賴清德其實辦這種國際 他根本就是個草包啦 大家可能覺得說蔡英文 好像什麼都不懂 至少蔡英文在對美國人這方面 服服貼貼嗎 他很懂事嘛 但賴清德不是 那這一次還有一個消息傳出來是什麼 就是賴清德的行程一開始叫什麼 只有一場僑戒的晚宴 那叫什麼 觀測所 還不能公開 那不是觀測所是什麼 因此我就必須說啦 美國這一次哦 對比上市強度更高 而且呢 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警告了 這一次已經是一種的呀 是因為我可能私底下跟你講 你不聽 我發文跟你講 你還是不聽 因為葛萊宜也講過了嘛 那這一次我用更高強度的 那就不是警告了哦 這是畫紅線哦 一條紅線畫在哪裡 因為你說 台灣總統可以走進 白宮 這個就政治目的達成 那什麼政治目的 台獨啊 那美國現在就不要台獨啊 因為 現在俄羅戰爭打的正想 美國現在跟 中國大陸現在是走一個和緩氣氛 他就是讓你可說可控 可刺可退嘛 那你如果賴清人是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就違反了我剛才所說的三字嘛 以藍自律 以蔡自賴 以台自華 你現在不聽蔡英文的 你賴清德等到你真的選上的時候 那還得了 這才是這整個世界裡面 大家去看那個脈絡是在這裡 所以 最後就拿一個做結論 為什麼AIT的處長孫小雅 要提前到7月來開 他的記者會 一方面他的光明正大的理由叫做 因為我要交棒了 但是實質上的說法是什麼 實質上的說法就是 你不要以為你溫屌 你以為我美國只支持賴清德嗎 賴清德就是怎樣 告訴大家 老綠勝利最後的一件事情 叫做剋誰 第二件事情叫什麼 叫做情緒勒索 這就是賴清德想對美國做的事情 美國人才鳥你 不買你這個帳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穴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一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可惜美好 一輩子 快點 快點